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国瑜已经宣誓就任 立法院新任院长 他现在把自己的行程 告诉大家说 拜托啦 我们新国会就从 化解恶意开始好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几天 他说自己在忙什么 自己其实在忙着 拜会请义 筹组团队 所以好不容易 找到了几个合适的帮手 但是 是这样子 他认为的事实 跟大家禀报 可是媒体怎么报 来带你看一下 这个是自由时报 我们的这个有媒 同意怎么讲说 你是不想进办公室 理由要想好一点 同事是讲说 这个如果去进行秘密任务 绝对不是睡到中午 好像就是想要揪韩国瑜 你到底有没有去上班 为什么上班时间 你不在立法院里头 我因为我开始讲了 他真的人很好 人员很好 媒体们这么关心他 当时有人睡那么久 怎么都没有人去叫他起床呢 其实现在呢 在这整起事件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会有前面这么多的讨论 最主要就是在四年前 那样的选举当中 其实同样的手法 现在又再次的看见 而这一位四年前 也很多人在问他 你是用什么标准来检视韩国瑜 他是黄杰 现在呢 也当上立委了 好 新科立委 遇上了新科院长 他就讲了 高雄人现在真实反应是什么 是叫他眼皮白眼赶快练一下 说要战斗了 还说韩国瑜第一天没上班 高雄人马上说不意外 但大家也必须要问 你是用什么样的定义 来定义韩国瑜没有上班 他们的定义很明确嘛 就是你没进到立法院里头 那我们也想请问啦 那所以第一天 黄杰你自己人在哪里 你自己人在市场里面 在发春联嘛 那所以 你也没有在立法院里面上班 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定义 来讲这些事情呢 其实到现在目前 这个时刻为止 韩国瑜呢 刚刚当上了院长 他有很多事情 他必须要多方的请义 多方的来寻觅人才 但是呢 当他当上院长的那一刻 好像就有人开始 不管是 这个直接的讲啊 或者是言语上面的讲啊 有多样对他不同的评论 比如说 那个时候才刚选上院长的时候 这一位国会县世报 自称国会县世报的记者 好他就在立法院里面高喊 恭喜草包院长 大家就开始在问啊 你那个是真的是记者证 还是是管理贵宾证 那你又是透过哪里 如果是管理贵宾证的话 透过哪里来办到这张证件的呢 到目前为止 当上院长是事实 很多人也许没有办法接受 但不管怎么说 议程要开始慢慢进入正轨了 明天呢他就要召集第一场的朝野协商 三方即将要过招 那现在呢 民进党的立议院干事长 吴思瑶直接说 他期待他准时上宫 按时主持 回过头来 还是再召韩国瑜 好不管怎么讲啦 现在每一个人 其实对于新国会 都是有期待的嘛 黄国昌现在回国当立委了 他的讲法是说 他的期待是认为 应该要早一点来开议 他觉得到2月底才开议太晚了 所以那现在就在讲说 大家对我们是有非常高的期待的 那他认为啦 大家应该要各自的诉求向社会报告 因为他觉得到2月底说不过去 怎么会休那么久 好民进党的林俊宪就讲说 嗯啊那都不要休假很好啊 不然我们年初一大来上班啊 年初一大拜完年就直接来嘛 不跟的就是打假球 那这个黄国昌就讲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拖到2月底才上班 2月底才开工 今年年假本来就比较短嘛 百工百业台湾 哪里有人是这样的 各方有不同的讲法 但是呢大家讲的是 赶快开始做实事吧 国民党现在呢 他们提出上任之后 他们要第一件事情 是要设国会的特征主 好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因为 他们总之要傅昆琦认为了 说现在呢就是要打贪打辅要国会革新 过去很多事情找不到的 问不到的查不到的 现在希望有一个特征主能够来查 但是吴思瑶新的干事长马上就讲了 这个叫反民主 叫做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 目前看得出来 三方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对垒了 至于国民党的部分呢 现在大家就要说 因为第一次傅昆琦来当总招 第一次韩国瑜来当立法院院长 现在朱立伦作为党主席 三方之间如何互动 能不能把这个转盘转得很好 重点是转到让大家觉得说 确实立法院现在第一大党是国民党 能够给大家带来新的气象 这跟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 这一局很重要了 回过头请教一下杨明哥你怎么样来看 韩国瑜现在主动的告诉大家 我的行程是这样 我是真的在找帮手 我需要帮手 我刚上任 我在做事 请教波及哥 当然立法院我们在立法院跑 我从来没有见过立法院长 每天早上8点进立法院的 永远 永远 为什么 因为不会每天的原因是因为 立法院长在外面有很多的行程 另外呢 我们就讲立委好了 也不要讲院长 立委都没有每天进立法院的 你讲的就是绿色蓝色什么颜色都一样 即便开议 即便开议期间都有立委 不会每天到立法院了 更何况现在是休会期间好吗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从一个比较 合理的角度 我们在国会跑 韩国瑜先生他礼拜四晚上就职 他当选宣誓就职 礼拜五我觉得比较好的安排是 一大早先到立法院 比如说9点钟到各处是 跟大家拜会一下 打个招呼 然后说因为我秘书长还在找 等秘书长来 我再跟大家一起來报告 用这个方式 然后也让媒体看一下说 他今天早上有出现一下 其实要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叫做人情义理而已 但是 这个与法没有相关的规定 立法委员没有在打卡的好吗 好不好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当行政首长不一样 行政首长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室 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要检查 用高雄市长当时的模式来对付韩国瑜 我是建议 如果韩粉直播主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总统官邸前面直播 每天总统几点出门 车队几点从官邸出门 去总统府上班 每天都记录 你远远的拍就好了 你不要靠近 欠兵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没有意义 过去游锡坤也没有人去看他几点上班 所以这个当然 我觉得当然就有点刻意了 也是因为 但是因为是韩国瑜 韩国瑜 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的第一个月 几乎每天从官邸 从到市政府 到他租屋处哪里的 每天在这个盯他 一点点小事情都要把它 弄得好像很严重 现在等于说已经又开始 这个黑韩产业链蠢蠢欲动 我是觉得韩国瑜先生 当然他知道状况 他这次应该叫韩国瑜 我都不知道要叫他几点零了 理论上高雄市长是2.0 然后接下来败选后3.0 现在可能要4.0 他不断的进化 不断的进化 现在我认为他是懂得知道 现在碰到这个状况 他会有他一套处理的方法 当然你说像黄杰 黄杰他那天也不在立法院 可是你说立委不在立法院 就没有上班吗 他们可能连假日 像今天是礼拜日 他们一样在什么 发春联干嘛的 在拜访选民 所以这个东西 跟上不上班没有关系 当然讲到这个 因为这个所谓的 县世报的记者 我还特别去打听了一下 到底他胸前的贵宾证 到底从哪里来的 因为注意那个证件 只有立委可以去向院方申请 就办公室可以帮他申请 比如说强哥那时候 去陪他走 红毯的 或是说他的办公室的助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有这张证 因为很多助理 还没有拿到助理证 所以你要用这个 才能够进到 异常的二楼去管理 我听到同意的讲 更夸张的是什么 这位仁兄 在开票的时候 他居然跑进异常一楼里面 他怎么进去的 因为他穿着西装 很多警卫都以为他有这个证 他就走进去了 我跟你讲那个警卫 真的该打屁股 还被当场被议事人员阻止 然后他才回到二楼 所以这个非常离谱 这位仁兄 听说现在已经被立法院列为 这个不受欢迎人员阻止 黑名单 未来是没有办法让他进去 至于未来 比如说像黄国昌讲的开一日期 8年前 2016年2月 我觉得就在重演了 那个时候黄国昌 他是实在力量的立委 然后他们第一次的超级协商 他们就在讲说 国中小寒假都放完了 我们立法院还在休息 应该这概念不是一模一样 那一次大概是也是大概2月 我记得没错的话 也是大概2月中旬 大概2月16 17号 那个时间点开议 去年是2月17号开议 所以这一次我想2月23 其实黄国昌讲的有点不精准 那天是议场里面 蓝军的傅崑奇跟洪孟凯委员 他们去跟黄国昌 先交换一下意见说 柯总召希望2月23 你觉得如何 他说我们越快越好 最晚他觉得 最早应该要在2月16 他其实说最晚最晚2月16 结果傅崑奇 后来有一个动作 他跑去跟国民党立委 我不知道强哥那时候 有没有听到 他就跟说国民党立委说 黄国昌民众党这边 希望2月16 所以大家要有2月16号 开议的准备 所以国民党没有那个 一定要2月23 所以现在黄国昌这个讲法 其实是有点说什么 两边一调 因为黄国昌他们已经调好了 蓝玉都调好了 都没有要上班 其实傅崑奇某种程度 就是要去交换意见 因为这有国民党立委 他现场他都听到说 后来傅崑奇回来 他就跟党内的说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过年后可能就要开议了 只是说 这个有点不同人情的原因 在于说像强哥 他们办公室刚进驻 2月1号才进到那个办公室 有很多 因为落选的委员 他们办公室就要重新整修 就是有一些新进的 重新就是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 布局不一样 会重新装谎一下 因为新进的立委 进去之后 接手的都是 落选的委员的办公室 通常都会把格局整修一下 换一下 就是弄个 而且电脑设备 相关的这些都还在设定 配置也不一样 甚至有些连助理都还没请满的 所以都需要一段时间 去做这个设定 2月16号 开议不是说只是报道而已 开议不是签个名而已 开议是直接进入 行政院长的总质询 他要报告 然后要进入质询 等于是要整个进入 所谓的政治的攻防 功课都要好好的做的 你知道很多助理 你以为立委在上面质询 他不用做功课吗 他的助理团队都要开始 做很多的资料的准备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去准备 我觉得都合理 2月16号应该是一个蛮合理 最晚最晚 我觉得顶多也就是 2月16号之后那个礼拜 所以也不会拖太晚 过年后回来 基本上就要准备开议 我想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至于这个什么 国会特征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跟司法 跟立法权应该是 不应该是把它混淆在一起 我觉得还是要把它讲清楚 就到底他的利益是什么 但中间这个我实在很好奇 到底你有没有找到 他是谁帮他申请的 就我了解他是用骗的 就他骗了某立委说 他是谁谁谁的朋友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拿到了这张证 好 但反正不管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你就会觉得说 看到这边 特别是那一天 他在台上的时候 换了喊了一个朝报院长 他会想说 这个什么状况 以前没有过 黑韩产业链真的 好像似曾相识 又回来了吗 请教强哥 首先我先讲 那个开议的日期 事实上刚刚其实 那个杨明有讲到 因为有些 主要是有些新科的立委 他进到立法院办公室 发现那个格局 跟他的整个人事的编配 是不一致的 所以像我的办公室 基本上会发现 只要补墙就好了 那可能也许装修幅度 会比较小 但有的办公室发现 他整个的配置逻辑 就是完全不相同 有的可能是 比方他落选的 可能是不分区立委 但当选的可能是 中南部的区域立委 他去那个办公室 他的那个选举 办公室配置 跟不分区立委就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办公室是不合用的 因此他必须要 重新装潢整修 来为未来的问证准备需要 所以在第一个任期 第一个会期当中 他会要抓一个 所谓的那个 办公室装潢的时间 所以有些立委会期待 稍微晚一点点 倒不是因为偷懒 而是希望说能够 让他的办公室 可以把他装潢完毕 他人员才有办法进驻 那我自己当然我的立场 是因为我说过 我的办公室装潢的 那个幅度比较小 所以我比较没这个问题 因此我不管是2月16 2月20 2月23 我觉得只要大家觉得方便 我都能配合 所以倒也没有说 偷不偷懒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要先讲清楚 第二个韩国瑜这个事情 坦白讲我必须说 黑韩可以 为什么不能黑 你基本上韩国瑜 你是立法院长 你要去监督批评他 当然是可以 但是你要点水平 对不对 要点水平 立法院2月2号 网站上就写2月2号 没有开会 不开会没开会不等于没上班 对不对 事实上立法委员开议的时候 会到立法院开会 但是没开议的时候 他不代表他没做事 比方说觉得黄杰 黄杰其实这个说法 我觉得坦白讲 我觉得不是很厚道 他说他第一天没上班 高雄人不意外 你明明应该知道 你那一天也没有 照你的标准你也没上班 你那天去高雄 上班标准是什么 其实你不应该去划分说 因为他是韩国瑜 你就要去踩他一下 你应该回头用我自己假如说 没有我2月2号 我在高雄发五场春联 我也没到立法院去 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我会 然后会更尊敬 你不会为黑函而黑函 但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讲 可是你说高雄人讲 你是推个高雄人 我跟各位讲 事实上你真的要讲的话 我举个例子 你知道从1月14号投票的隔天 到2月4号开始吵 这个所谓的不上班的问题 那我的幕僚有去查了一下 蔡英文21天 有10天没有公开行程 消失率是47.6百分比 赖金者是15天 消失率是71% 陈建仁是9天没有公开行程 消失率是42% 那我问你 我会说他们没上班吗 不会 这不相同的两件事情 所以因此 换言之回到我们这样讲立法院 像我那天2月2号 我也没有去立法院办公室 我2月2号的话 我去包发去地方跑行程 包括我也在跟我的选服主任开会 要盯每一个选服 其实我在选前就在接选服了 然后包括说我提了很多的法案改革 大家也看到天治第一案也是我提的 所以因此 我们没有进到立法院是没有开议 不等于我们没有去做事情 这个事情说这你黑韩产业链 开张的第一件事情 坦白讲我就是乌龙一枪 因为韩国瑜很清楚 当天不就公布了秘书长人事 秘书长人事非常重要 秘书长人事安定国会运作 所以他那一整天都在忙着 去征询人事 这是再上班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黑韩可以 有点水平会比较好 是 庆教师老师 我先讲说其实这个 我们又不是军工家要打卡上下班的 刚才委员提到就是政务官 总统等等 对不对 他们那些东西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多久没有见我们 更讲 我说明代好了 其实明代有一些东西 他一大早你知道我们最怕 大概是六点的那种 有没有 那种 红丹还可以 红铁还可以 一大早就要开始是很累的 更不用讲说我们的院长 他还有很多要瞧 有些可能在桥道很晚的 我不骗你 那个东西身段要很低的 其实真的在开疫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也不一定 我们去看那个委员会好了 不会是一直就在待在那边 因为我们现在委员人数很少 有时候要跑不同的委员会 甚至我曾经在那边去的时候 委员说 师老师 我们去 我的研究室里面 我们去那边看就好了 好 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讨论 为什么我们要坐在那边 我们不是小学生 所以不懂行情 这也又牵涉到说 我们有一些做国会观察的 这些朋友社会员 他们做的都是一些 比较所谓的量化的这些东西 实质上的我们在做的 不是只在做量 提案多少 提案我有钱我就找一些记者 或者是研究生帮我提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OK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再讲说 我觉得是一些民进党 现在不是说你要潮潮也大 你对执政党也好 对国会要客气一点 你一开始就用夏世来对上市 你把那个韩国瑜弄成好像是草包 不好意思 他讲的是耸克武拉 但是老百姓比较听得懂 但是你要想一想 他是东吴英文系的 他们民进党大部分 除了萧美琴以外 跟罗智晋也比他们的英文好太多了 然后他是政大登亚所的硕士 他两岸的关系可能比人家懂更多 你笑人家草包 你懂什么东西 然后接着所谓的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开议 因为这牵涉到国会里面到底我们是 疫情要多长 然后我们是全职兼职等等这些东西 即使我们民间好了 每一次我们过年晚开工 有的时候其实开工是提早好几天就开工 因为那是在看日子 拜拜以后就马上又恢复 你讲这些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觉得说 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在讲这些在修理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开始 然后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 其实国会是以立法权为主 但是因为三权分立是三个机构 司法 行政跟国会 他们也没有措施以这样分三个 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相互的功能重叠 我意思是说立法院他有一些人事权 然后立法院他说立法院 他其实有点司法权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调查权了 只是说那个名称叫什么 其实还可以在讨论 所以就是他在内部里面 因为现在在傅昆吉这边 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国会特征组 当然民进党这边是反对的 但是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对百姓来讲 你怎么设都好 我们想知道的是你怎么帮我们追真相 怎么帮我们在过往 我们在国会里面想要知道那些讯息 想要知道那些报告 看不到的被涂黑的 现在有办法帮我们找到答案 这其实是大家最想要的 我们先进广告灯再来说 来吧 我们好 证据 體驮 巨大